我第一次接觸到是在2012年、2013年 在印度 然后呢,那这一个是一种连接式的呼吸 那这一个呼吸方式也让我感受到生命很大的瑞变 因为在我们连接我们自己呼吸的时候呢 当我们把这个气开始冲在自己的身体里 比一般平常呼吸的时候更多的时候 它自然的身体这些气就会聚集在身上压力最大的地方 那这一些压力的释放也就会让我们能够更深的一层了解自己 释放掉身上带的已经一般生活中忘记的压力 那麦动呼吸呢,它也是一个非常科学性的方法来去连接我们的身体 当我们身体一部分一部分的 它就像是一把锁一样 它让我们身体有机会一部分一部分打开 因为呢,就像是我们平常如果有些情绪从腹部中出来 那如果我们的横格膜,我们的胸腔还是有堵塞的 那这些情绪想要出来的时候呢,它并没有一个道路可以去释放 所以通过麦动呼吸呢,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把这一个身体向一点点的开始打开来 然后呢,让想要表达的情绪有一个通道 通过动作不同的呼吸方式,还有声音能够释放出来 呼吸法呢,它是一种影响大脑活动的一个练习 然后呢,那这个身体有多少的氧气循环也是我们抗老 保持年轻的一个方式 那气呢,也是万物生命中的一个能量 那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呼吸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是让这个气,让这个Priyana能够很有活力 没有堵塞的在我们身体里头流动 现在的生活中呢,我们有很多的社会压力 这些社会压力呢,在很早以前农耕生活里头说不定是不存在的 那所以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呢,很多时候就已经无意识的去阻挡着身体内部的Priyana的流动 很多时候我们表达悲伤痛苦和愤怒的情绪被较为负面情绪 所以呢,我们从小就学会没有通过任何方式去表达 就埋在心里头,但是呢,我们把这些负面情绪关掉的时候 我们付出的代价就是把我们身上的笑声快乐跟爱也同时关闭了 因为呢,我们有时候就是无意识的去把这个痛苦切断掉 或许这些感觉呢,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有去体验过 那这种痛苦呢,就是说不定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年纪的关系会认为这些痛苦是像要把我们身体带入死盲的一个过程中 所以呢,很多时候这些切断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 所以,我们很多在腹部里头的感官、散减人意 这些感觉呢,也在这个切断痛苦的过程中 也有被断掉 还有一些这种活力 这种调皮快乐 这种感觉都是在腹部里头的 这些呢,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其实到最后呢,我们会去切断这些痛苦 或切断任何这些流动呢 其实是一种生存的方式 因为呢,我们会认为说我们表达了一些情绪 或者是任何的东西 说不定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 就会不接受我们 所以呢,我们会为了迎合别人的爱 而去制止住我们身上表达情绪的很多方式 我们在这个脉动呼吸的过程中呢 也是去连接我们身体里所有写下的故事 这些无意识的区块呢 它就是在我们的肌肉 每一个区块的这些地方呢 它就会有形成一种压力在里头 那这个也是跟我们成长过程 然后之后我们慢慢发展出来的个性是有关的 因为我们的这种个性 我们的情绪是需要一个肉体 来让它成型的 那当我们的能量能够很顺畅的流动的时候呢 那就是那我们的我们的身体情绪状况 会比较回到像小孩子那样子的状况 就像是我们看到有时候看到小朋友在呼吸 他在呼吸的时候呢是全身都在动 那当我们开始渐渐长大的时候呢 我们发觉我们的呼吸方式好像只有腹部在呼吸 或者是只有胸腔在呼吸 所以这个中间就很多的能量被堵塞住了 这边有一个流动的图片 就是脸上很多情绪 那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忍住 一个忍者在那个地方 我一定要阻止那个流动 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我们的成长过程中 自己有多少的时候有容许一种情绪的流动出来 什么时候是有在忍住 那基本上来说那流动就是健康的 那堵塞呢是一个问题 那我们呢就是通过脉动呼吸 让全身能够这个流动的更创通 那呼吸疗愈 脈动呼吸疗愈 其实就是让我们有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 一个空间有安全感的时候 能够去再重新连接到以前我们切断掉的一些情绪 让这些情绪重新流动 让我们的生命力越来越扩大 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快乐爱这些的能量 能够更放大 还有呢那我们现在讲说呢呼吸疗愈这一块 如果我们走这条道路用呼吸来疗愈自己呢 其实自己才是自己的疗愈师 因为呢只有通过自己探索身体不同的部位 是被自己以前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去把它锁住了 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更了解自己把它打开来 而且很勇敢的去重新的去体验一次小时候没办法接受的一些情绪 那在这一个过程中也是我们所讲的一个灵性成长 那这个过程也是就是当我们把这个身体让它流动更多时 我们身体的精力跟活力也会更加的放大 那这个也是一个让我们连接我们愉悦的天性 因为愉悦和快乐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自然状况 活生生的生命是充满喜悦的 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让我们连接或许我们已经忘记的一个状态 那当我们能够完全的停止于情绪波动的对抗 我们就是完全的去接受任何的情绪的流动 那就像是一个接受这个海浪般的生命状况 虽然好像很有危险好像颇很大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享受生命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呢 脉动呼吸呼吸疗愈也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连接自己灵性生活的方式 当然那在呼吸疗愈中呢 我们也有一支去持续的做支持这种这种打开 打开身体这一部分的静心方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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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n 我们下来 感谢观看